现在优惠的话在两万三 新款的海豹冠军版关降了两万三 但是看网上的信息的话呢 老款的比亚迪海豹终端优惠有三万 所以说买比亚迪海豹首先要搞清楚是买老款还是买新款 新款呢相比老款增加了一个配置 也就是700公里的尊贵版 它相比700公里的性能版呢 马力要稍微小了那么一点 而现在的700公里性能版相当于老款的700公里 后驱长驱航版 而剩下的两款550公里车型和一款四驱车型 新老两款在配置上基本上是没什么差异的 像咱们店里目前老款的海豹有限车吗 目前老款呢还是有限车的 包括它的550公里700公里以及四驱版本都是有的 老款的海豹卖的最好的是哪个版本 目前的话是像我们700公里长驱航 好像一定是更受人关注 也是卖的销量整体是最不错的 明白那么新款海豹和老款海豹现在能给到的优惠都是多少 目前的话咱们新款冠军版海豹的话是没有任何选择优惠的 像我们老款海豹的话现在优惠的话在2万3 一个价格优惠 明白其实新款和老款它的差价也是2万3 所以说降完价其实价格是这样 其实价格是相对来讲是一定的 新款和老款的海豹目前店里边是都有限车吗 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海豹冠军版是需要提前预定的 像我们的老款海豹目前都是限车的 冠军版等车是多长时间 预计的话大概在1到2个月左右的一个预定周期 然后现在海豹的金融政策都有什么 海豹的话像我们有最低一年到五年的一个免息政策 以及我们有最低首付15%的一个超长低息政策 如果是免息的话最低首付是多少 免息的话像我们一年的话最低首付也能达到20%左右 如果两年的话在50%左右的一个首付 它是一个定额免息 也就是说如果是两年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9万多就能把车开走了 所以说如果新款和老款价格差不多的话 我个人还是建议买新款的 毕竟买新不买旧 如果说到店相谈的话 老款的价格还能再低一点 如果说价格能差到两三千的话 我觉得买老款是更划算的 当然了如果你着急买车的话 老款是有库存的 所以说也是建议买老款 如果你奔着性能去买的海豹 那么毫无疑问 选4G的版本 如果是家用的话 那么其实550公里的续航 还有150千万的电机 就已经足够用了 个人更建议选尊贵版 前排的座位通风 还有单打音箱 全都给你了 很多人拿海豹和比亚迪的汉EV对比 这两款车的确有一定的价格重叠空间 但其实这两款车非常好选 如果说你的后排经常做人 甚至要接待一些重要领导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选比亚迪的汉 除此之外 那么选海豹就好了 先不说E3.0的平台 CTB的电池技术 双差B的悬架 都是汉没有的 如果你对比比亚迪品牌之外的车型的话 那么可选的车型可就太多了 小鹏的PC 深蓝的SR03 灵跑的C01 Raja S I&S 还有非凡的F7 深蓝和灵跑看上去 性价比都要更高 非凡的F7 看上去豪华感 还有智能化 都要更强一点 而比亚迪品牌力要更强一点 如果说你这么纠结的话 那么估计你上半年是提不了车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一下自己 买车的核心需求究竟是什么 预算到20万了 买自己喜欢的就好 B अ B 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